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将非洲作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试验场 这则新闻很多人都知道 那两位法国医学专家 分别是保罗米拉和卡米尔·罗切特 这样的言论一出 随即世界挖延 引致很多个非洲国家强烈不满 以及有很多名非洲裔 在欧洲踢足球的球星都出声谴责 有几位现役 也有退役的知名非洲裔足球员 都认为疫苗试验场这个说法很可耻 令人厌惡 他们说非洲人不应该被当做实验室的白老鼠 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法国专家的言论曝光之后 立即被记者追问有什么看法 谭德塞很严肃地说 我照读 非洲不能也不会成为任何疫苗的试验场 这种殖民思想的宿罪 没睡醒必须停止 他还表示 在二十一世纪听到这样的言论 是令人感到羞恥而震惊的 尤其是从科学家那里听到这样的言论 就更让人难以接受 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一言论 并向世界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读元 他说得很严肃很有力 听众朋友 法国专家的言论以上只是大概 我认为不够的 以下我跟大家报道 那个讲法的上文下理 知得清楚点 你可能会有更多啟发 根据法国世界部4月6日的报道 上面提过的米拉和罗切特 他们上的是法国资讯台 一个电视辩论节目 那一集讲的是新冠肺炎疫情 由参与的嘉宾对疫情的现况 进行深度讨论 期间就谈及到疫苗的问题 以嘉宾身份出席的米拉 是巴黎一间医院重症科的负责人 米拉就说 我照读翻译了的报道 我这话可能会激起争端 但这项研究难道不该在非洲进行吗 那里既没有口罩 也没有心肺复甦 以及其他治疗方法 先补充 他的意思是相关的疫情试验 最好是在传染风险高的区域进行 米拉接着说 我照读 就像是 外资病毒的相关研究一样 要找妓女扎堆的地方展开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是易感染人群 有不做保护措施 都完 现场另一位嘉宾 罗切特 他就更加威胁一点 是来自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他都附和米拉的说法 认为非洲不具备抗疫能力和资源 他说 他们 即是一帮法国专家 正在研究 在非洲展开疫苗试验的可能性 但听众朋友 听完细节 是否明白 为什么谭德塞说 感到羞恥和震惊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谭德塞 在抗疫期间 因为实事求是 受到很大压力 他受过死亡恐吓 以及涉及种族歧视的侮辱 谭德塞说 他一点都不怕 他说 全世界合力抗疫 是当前首要的大事 看来 谭德塞 是位有担当的路牧金刚 该生气的时候 他会生气的 回头说回那位米拉 他终于向公众表示协议 而另一位 罗切特 就没有同步道歉 不但 他任职的 法国国家健康 与医学研究院 还批评 相关的报道 是假新闻 表示罗切特的言论 被断章取义 听众朋友 我们明白 那两位人士 不代表全国 法国 但是 多少都反映 时代已经去到 二十一世纪了 但是 有些人的头脑 就是仍然停留在 殖民时代 讲完谭德塞的愤怒 以下 讲香港 李国为医生的愤怒 大约三月底 四月初 香港因为外来输入的问题 感染人数多了 虽然情况 仍然是可控的 我上星期都说了 与其他国际城市相比 香港已经算是做得挺好的 而一个社会 普通人可以岁月正好 背后一定是 有人负重前行 在香港 当紧守纲位的医护人员 做到踢了脚那时 自己说有特权的陈淑庄议员 就和几十人去酒吧开会 而同样是立法会议员的黄碧云 竟然说 要求向早前罢工的 医管局员工表示感激 这些收据人工的议员 他们的恶劣行为 令到玛丽医院内科部 李国为医生忍无可忍 他具名写了封公开信 封信写得很好 我用小小时间读出来 让这封信可以给更多人知道 我照读一下 至社会各界人士 请不要侮辱 一直坚守纲位的医护人员 今天4月8日 下午2时30分前 刚回到医院宿舍 稍作休息 扭开收音机一听 结果是倦意全退 精神刺激 路不可压 何解 加因电台报道 黄碧云议员于立法会上 要求向早前罢工的医管局员工表示感激 这是何等方天下之大谋的歪理 歪理中的歪理 颠倒黑白 指鹿为马的行径 1月底 本港面对严峻疫情集来 却有小部分医管稿员工 乱我军心 发起罢工 一星期后 又草草托池收场 两次投票数目 现象奇怪 在此 且不重提也罢 一直走来 仍有种种噪音 不断滋扰 说物之不足 隔离切施不妥 持续打击我等医护信心 且问 这些行为目的何在 难道他们就不是香港人 不是应该 习思港益 共谋良差 齐心抗疫吗 不错 医疗保护物资并不充裕 但均不见 欧美各个 泱泱大国 又有那几个说得上充裕 隔离设备 却却有余 疫情控制 给得上本港 是问号来的 事实上 欧美疫情 惨不引倒 闻者心酸 听者流泪 我等身为医护 感同身受 唏嘘不已 穷则变 变则通 这显浅的道理 两周工作便可更替 但鉴于疫情变化急速 自愿继继继继继继继续留任 以为其他轮替医生 提并论 拜师出卖耶稣 后世应清重不绝 因为没有他的出卖 那来耶稣的牺牲 救世的恩宠 这是何等歪理 复活节将至 我希望疫情更进一步受控 人人保平安 各行各业可适时复工 社会重获生机 我盼望一个奇妙的 一个难忘的复活节 主要各位 李国伟医生 马丽医院内科部 读完 好了 节目结束前 我就总结 今集 跟大家介绍了 两位发火有利的 露木金刚 支持他们专心抗疫 其实当前中国以外的 很多国家的疫情防控 都存在风险的 疫情越是拖长 对世界由经济到民生的伤害 会越深 希望疫情早点过去 我们大家都在生活上 早点配合抗疫的事 一起守规矩 好了 第一节的时事观察 到这里为止 我是余飞 我们休息一会 转头回来再见